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本五十六 安达二十三 总员二四三这些 简直就是充话费送的嘛 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有什么深意呢 不好意思 真没有 比如三本五十六 只是因为他出生那年他老爹五十六岁了 安达二十三则是因为兄弟太多 为了方便记住 所幸以出生年份来排序 二十三值的就是明治二十三年 总员二四三也是如此 这按出生日期来的 生于明治二十年四月三日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天赐的名字 不过呢 名字虽然起得随意 但这并不妨奈总员二四三成为二战时期 日本最出色的海军指挥官之一 要知道 当时与之同属于海兵三十六七的南云中一 还只是个不狠欺眼的角色 而南云中一之所以呢 在后来声明去起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总员二四三的让位 按理说 官场上的人都恨不得削尖的脑袋往上爬 何来让位一说呢 其实 总员二四三心里也是一样的不乐意 但是没办法 由于此前他所在的航空连队遭遇苏军打击 总员二四三本人被炸成重伤 并且左臂截肢 一个重度残疾的人在日军中 是难以继续在舰队中担任指挥官的 所以只能是隐恨退出舰队指挥的行列 正是在指挥官职务空缺 又没有人才来填补情况下 一直默默无闻的南云中 一才被启入 继任海军机动部队长官 展开全文 其实 总员二四三早在一九三七年初 就来到了中国战场 先后任第二航空支队司令和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曾参与过上海 南京以及重庆等地的轰炸行动 是当时日军里出了名的侵华先锋 从某种程度上讲 总员二四三退去二线 也算是为抗日大业做出了贡献 除去了一个 柜子手不说 还让著名的卧底将军有了露脸的机会 要是没有南云中一的加指挥 太平洋战争不知道还要多打几年呢 虽说总员二四三早早退出了舰队指挥一线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一路高升 到一九四四年时 他已经担任横须贺镇首府司令长官 大家对于这样一个职位可能没有概念 简单点来说 就是日本国内海军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 当年因为被炸断了一只胳膊 总员二四三从少将晋升为中将 如今已经爬上了海军官场的顶峰 距离海军大将的军衔 自然也就近在咫尺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以井上成美等人为代表的一部日本军官 提出了所谓的大将无用论 主张废除大将制度 听闻此消息的总员二四三 差点背过气去 以至于不顾形象 公然大骂井上成美是个混蛋 其实也怪不得总员二四三这么气愤 当年自己春风得意时 遭到断壁之祸 无奈隐恨离职 如今苦劳岁月 好不容易快要捞上大将军衔了 你们又要废除大将制度 这不是帅人吗 好在到1945年5月15日 总员二四三心心念念的大将军衔 终于还是授予了他 不过所有人都明白 这只不过是军国主义最后自欺欺人的手段罢了 就在授贤后三个月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总员二四三也因此成为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海军大将 穷其毕生精力 双手沾满鲜血 只为了这样一个空空如也的头衔 也真够悲哀的 二战结束后 总员二四三被编入了预备一 于1966年去世 活了79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